當大家挖完SAMATIC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著手把零件加回Footprint 我示範一下怎樣加Footprint 首先在MCU 左鍵兩下 在Tile B 選擇Footprint 再左鍵兩下 再按一下 Browse 你就可以在之前開的PCB Library 找回自己零件所畫的Footprint 選擇之前畫的Footprint 按OK 再按一下 OK 你的Footprint就加進去 把其他零件都加回Footprint 我們就可以開始著手把SAMATIC轉到PCB做版 要怎樣轉呢 首先在Design按一下 你會看到Update PCB USB PCB Dock 這個就是你所開的PCB的檔名 按一下 按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Component 和你的Node都在這裡 按一下Execute Change 就會把SAMATIC轉到PCB 然後把零件都拉到黑色板 這個可以自己設定尺寸 設定尺寸 設定尺寸 現在就可以開始著手地 把PCB的PCB 讓他評顧